接著,我們要上的東西就是我們說過了考試考過很多遍的控制變陰法 透過不同的實驗來考 所謂的變陰就是會影響一個事情的因素叫做變陰 要一個水的溫度跟你的加熱時間 跟你的火的大小跟你的材質什麼之類都有關係 所以這叫做所謂的變陰 那如果把它變成一個數量的話就叫變數 或者叫做所謂的變量 那只是一個名詞也不重要 反正重要就是它會影響某個事情 叫做所謂的變陰 控制變陰法的一個重點就是你要搞清楚我們有三種變陰 第二個叫做控制變陰就是不會變的 保持不變的因素叫做控制變陰 操縱變陰就是我讓它去改變的 A不變,B不變,C不變,改變珠 珠就叫做操縱變陰 ABC叫做控制變陰 那我改變了珠去測量甲 看甲會怎麼樣 那個甲就叫做應變變陰 所以通常就是我去量的東西 我去測量的東西 我看看我改變了珠 甲會怎麼變化 甲是如何 這個叫做應變變陰 所以我們有三種變陰 控制變陰 操縱變陰 跟應變變陰 而所謂的控制變陰法就是我一次只改變一個因素 所以我只有一個操縱變陰 其他都保持不變 保持不變 然後去看看那個我要看的應變變陰會怎麼變化 於是我就知道他們有沒有成正比有沒有成反比 還是根本就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所以透過控制變陰法 我能夠曉得我的操縱變陰跟應變陰之間的關係 因為我改變了擺長去測量周期 我就可以了解擺長跟周期的關係 或者我改變擺垂質量去測量周期 我可以了解擺垂質量跟周期的關係 是有正比關係反比關係還是沒有關係 或者什麼什麼的關係 就是我們的控制變陰法 所以我想要了解我的水量怎麼影響我的加熱後的溫度 所以我就要一樣大的燭火一樣的燒杯一樣的初溫 加熱一樣的時間去加熱不同的水量 所以剛才講的燭火燒杯水溫初溫跟時間都叫做控制變陰 改變的水量叫做操縱變陰 然後去看它最後的溫度有多高 那個末溫就叫做應變變陰 這樣做完之後我就知道水量是如何影響到我的受熱後的溫度 是水量多溫度高還是水量多溫度低 就是我們的意思 操縱變陰法的重點就是我一次只有幾個操縱變陰 一個 我一次只有一個操縱變陰 其他都保持不變 實驗做完 我也只知道操縱變陰跟異變變陰的關係 考試題目有一種 我做實驗 我做實驗 我改變了擺權質量 去測量周期 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它告訴你 擺長越長 周期就越長 這句話本身是對的 我們不是學過嗎 擺長越長 可是在這個實驗裡面是錯的 為什麼錯 因為我是改變擺權質量去測量周期 所以我只能知道擺權質量跟周期的關係 我沒有辦法曉得擺長跟周期的關係 所以那個迅速是錯的 這個迅速是錯的 就是我們在解決控制邊陰法的題目的時候要注意的事情 我只能夠知道操縱邊陰跟異變邊陰的關係 其他的 我通通都不曉得 要曉得就得另外去安排做實驗 再去安排做實驗 這就是我們的控制邊陰法 控制邊陰法 OK